三環三線是新北市升格後 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目前除了捷運環狀線 以及淡海輕軌 將在今年底完工 安坑輕軌工程也在進行中 施工進度超過三成 今年下半年就會鋪設軌道 預計在民國110年完工 安坑輕軌目前的進度是32.3 我們預計在110年能夠完工 通車 我想這是我們每一條捷運建設 是持續的進行 安坑輕軌列車 將踩國車國造的方式 預計配有15列車 每列車五節車廂 可以載客265人 將搶先在109年底 完成第一列車出場 新北市也特別舉辦了 車廂外觀的票選活動 四種色系讓大家自由投票 其實每一個顏色我都喜歡 青山綠水也很棒 紫色也很感覺很高雅 然後那個翔紅 那個紅色很極力 那個光耀金有點就是 現在非常流行的一個顏色 票選活動分為兩個階段 先網路票選再進入現場投票 不只要落實自己的捷運自己蓋 還要讓大家能夠選出最愛的車廂外觀 這兩七號張文宇新北市報道